我们今天需要从那个我们的推广部网站,假设这样,比如说我希望去抓取的资料是各个类别,那你会发现 实际上每一个网页上方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数位人才好了,假设数位人才里面一进来是这个连结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抓取的分别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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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会有,假设好了,总共会有这些的连结 那你方,当你点选的时候你会发现,上方的这一个连结,它的参数其实也会变更的 不过我想这个里面还有蛮多,各位,我不太确定各位熟不熟悉这个ASPX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叫ASP.NET的一个写出来的动态网页 然后后面的话呢,会有一个问号,就是它要带的参数 那参数的名称等于什么,那利用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可以执行同一个页面 但是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也就是给它传不一样的参数 但重点我们不再谈这个,假设好了,我们也很简单的 我今天想要按个按钮,自动帮我把,假设数位人才的这几个项目,全部都帮我,有没有,抓下来 放在同一个ASPX里面,好,就是这样一个功能好了 那你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会想说,当然你比较,一般人可能没有更好的方法 也许就是怎么样,先点击,然后复制贴上,点击复制贴上 那如果你页面越多的话,你可能要做的事情越多 可是有没有什么一个方式,可以很快的,最好是按个按钮 也许你每天都要做这件事,也许你要从某一些政府机关或者是非营利组织 或者是国外有一些开放的网站去抓资料,类似的方法,那你该怎么做 我想这部分,可不可以先试试看好了,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 其实可以结合刚刚的东西嘛,那你录的话,你有录制一个了嘛 可是你不需要傻傻的再继续,你只要做一点点变更 我刚刚讲过网址的地方,那你是不是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网址变更一下,那其实变更网址,如果只是变更网址这个就好办 为什么,因为那个网址部分是不是可以有点像传递一个参数 前面好像讲过嘛,共用一个sub,那你差别如果只是那个网址不同 那你是不是可以传递一个共用的那个方法 然后呢,传给他,他就帮你自动去变更网址下载你要的东西到他最下面的位置 不过可能到最下面位置,那部分你可能要再想一下 那但是也是一样啦,去侦测一下位置,往下抓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先的话,讲一下就是有关那个,就是像那,就是如果将来上面这个可以显示的话 因为在那个动态网页的技术里面,他传递参数的方式大概就两种 简单讲起来啦,一种是可以被你看到的 这个方法就是用get,get啦,get啦 那如果说上面,他可能只有显示什么,没有这个啦 就显示那个网页的连结的话,后面没有传参数 那个叫poser,poser就是他背后传的 背后传参数意思说,我不要让你知道 那这个顾名思义啦,理论上讲起来叫安全性 也就是说,他放在上面不让你知道 那代表说,他理论上是不希望你去抓他的网页 所以他不让你知道 那还是,有没有,那所以刚刚讲poser第二种那个方法 就不能够用刚刚的方式去抓了,抓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第一种方法,不过你会想啦,大部分 他其实会让你抓的,他就用get,第一种 如果他不希望你用,他就用poser 但是这个可能第二种方法还是能够抓啦 只是说,方法就会比较困难了 而且难度当然就爆表了,就是非常的困难 怎么说呢,其实有个方法啦 那这个我想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 难度,其实到底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把IE溜染器变成一个外挂 你只要能够控制IE溜染器 你就可以控制你要所有的动作 应该懂我的意思啦 但是呢,你要能够把IE溜染器外挂进来 然后去控制它的话 基本上是有一点难度 也就是你要去了解IE溜染器这个物件 它里面要怎么去 比如说它里面有哪些动作 可以取得什么样让它去做 比如点击的动作 当它点击之后,你再去抓它里面的东西 OK,所以难度是蛮高的啦 OK,不过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大家都还蛮想要知道的点啦 不过当然也不是说三亿两语以下可以讲得清楚 也许将来我们可以用一个sample 给各位当成参考 那你可以有兴趣的同学呢 就继续往下追吧 就是把IE溜染器的物件 怎么去使用去彻底理解的话 那应该就是一件 我想你就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啦 那当然很多人想知道LBBA怎么样 LBBA怎么样快速抓网路上的资料 不过你会发现网路上讲这一段的其实不算太多 而且讲的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按部就班 今天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那我讲过就第一个我们的需求是这样的 假设比如说你希望抓123456 总共有这几个啦 不过你会发现它当你游标放上去的时候 底下这边有一个 我是用IE溜染器啦 IE溜染器 这边的话呢也会自动显示出来 所以呢它的连结 这个138 再把它先关一下 那我的习惯点击它好了 比如说上面有连结 你把它复制好了 假设我复制到这边 就是那个记事本 那总共会有六个网址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呢 138 30 144 313233 其实它有个规则 你会发现它除了数字不同 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要解决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你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部分变成动态的 其实当然你也可以不写动态 不过你会发现你要写六段程式 也就把刚刚录制东西 复制一段 123 只是把那个ID改一下名称 但是好像这似乎不太 不太那个有效率的执行程式 所以最好是把它写成共用的 那所以我这边提供给各位把它改一下 其实就是把这个数字改一下 然后改成这样子 call call的时候呢 就传递从网页下载资料 底线加一个共用 那也就是拿刚刚的程式拿来做修改 那刚刚那段程式嘛 实际上就是第一段了 你别后面的不要 后面不要 就是 二到五这几个啦 也许你可以放在这边去做 然后呢 把第一的部分 Wiz到Wiz这一段 把它独立出来 然后呢 从网页下载共用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我先把它 这个这个先删掉好了 这个不用 OK 那可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除了要传递那个ID之外 共用后面我加一个ID 因为你要给我一个ID 后面的话 SString 用String就是一个字出来 当然我讲过 这个你可以不加也没关系 不过传递过来 意思就是让它知道说 你给我ID 那为什么是一个String 你想说 1133不是一个数字吗 它是一个数字 可是问题是它在网址里面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们理论上 当成字串会比较好 所以呢 你传给我一个字串 实际上这个字串呢 就是一个数字 你给我个数字 那我就直接变更在哪里呢 UIL 这边有没有 我们这个地方呢 本来录下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网址 不过我这一段有重录哦 因为我发现 好像我们刚刚录的东西 后面没有加这个 我不想跑跑 有点怪怪 所以我又把这一段又重录一下 不过重录不用花太多时间了 然后呢 只有在哪里面改呢 原来是这样的 它这个地方哦 原来是 哎 原毛这个地方 我其实只有改那个这个双引号到双引号 本来是一三三好了 那我就是把它改成这边改成双引号双引号 切开嘛 移到中间 ANDA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D 不过那个AND符号前后都要加空白 所以我就把它怎么样 空白隔开隔开 这样子而已哦 我想这个应该在很多地方我们入门课里面做蛮多啦 跟加一个变数在一个字串里面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怎么样 在这边 因为呢 你录下来的话 它一定是放在R1 本来是这样嘛 就是放在R1 那可是不对啊 你不可能说你下载资料 你第一个表格放在R1 你第二个表格又放在R1 那它会怎么样呢 它其实不会把它盖一下 盖掉啦 它会放在什么呢 放在原来表格的左边 然后你第三个再来的话呢 它会再放在原来表格的左边 那原来表格跑到哪边 跑到右边去 所以你会变成 它不是一直往下 而是一直往右了 你们可以试试看 当然这个如果你不改的话 你不改的话 它会变成一直往右跑 一直插入到哪里呢 原来表格的左边 会变成左边一直有表格 一直有表格啦 那可是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要的啊 我们要的应该怎么样 希望让它往下跑 所以第二个问题 比较困难的 就是说那我要怎么知道呢 这个1这个1是在哪个位置 所以特别重要 我这边把1delete掉 空一格and什么呢 加一个r小r 这个小r你想说小r 现在小i的话 我是在上面多了一个判断式 什么判断呢 如果rangeA1等于空的 那r就等于1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个r1等于空的 那表示 这一个工作表示 完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 它就从第一个工作表 第一个储存格帮我放哦 但是不是哦 表示它已经有加过资料了 那r1一定会有资料 就不会等于空置算 那你就怎样 去帮我从A1 向下追踪看看 追踪到最下面的那一列 告诉我哪一列 但是那一列不是我要放的 因为我那一列 那就会把最后一列盖掉 应该是那一列 找到那一列的最再加一列 那就是知道说它的位置了 OK 所以呢它会一直往下追 一直往下 不就一直知道最下面那一列 再加一列 它就一直帮你往下 放下去了嘛 所以这一题总共有两个点 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特别说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说你可能需要 就是说先把原来的程式 刚刚那一段 1的部分留下 2到5下面的东西 把它删掉 OK 第一个 第二的话 就是把那个中间这个地方 ID的地方 比较重要是这个 加上将来要传递的参数 从哪边来呢 从刮斧里面来 所以将来我给它一个ID 它会帮我放在这里 比如说133 它就放133 然后再来30就放30 一直放一直放 但是位置要变更 所以位置要变更怎么办 多一个R 这个R 那R的话 如果等于第一次 那就是等于1 本来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 那就往下帮我侦测 最后再把这个R的位置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边来 其他都一样 OK 那你们 其实关键就是那个 加变数 如果你如果变数 加没有问题 那应该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试做看 当然这个地方 可能还有个问 后面还有延伸性的问题 就是说你加上去 每一个上面都有标题列 那怎么办 标题列 加上去还要再把它删掉 那这个可能就没完没了 没关系 反正就是再把内衣列给删掉 OK 那不没关系 这个再把它加上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最后的话呢 底下P4下载 所以call 从网页下载资料 共用 有没有 就呼叫他 6138 30 144 31到33 所以总共有六个吧 就是我们那个 数位人才那个网页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试试 看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你第一个 你要先开一个新的 新的工作 新的工作表 那如果你偷懒的话呢 你干脆就是在这个上面 先自动加一个 sheets 比如说 sheets 加1 点 add 有没有 add哪里呢 就是在 after 在最后面一个 再帮我加一个 所以记得还记得那个程式码 sheets sheets 什么 这最后一个 sheets 刮 sheets 刮 它的位置是sheets 最后一个 sheets 什么呢 点 com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忘记的话 没关系 你就去前面call贴过来就好了 前面好像都有 ok 有这一行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执行了 不过如果你没有把握了 我建议你这边设中断点 大概卡在这里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我把这边执行过 他会先怎么样 先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移过来 移过来这边看一下 新增一个对不对 所以他会在最后面新增一个空白的 那我因为这边设中断点 我们来看一下传过来138 R的话呢 因为空的 所以他等于1 ok 然后呢 执行他 他query去网路上抓 抓资料 ok 往下抓 抓 他会去执行的话 其实是最后这一行 就是refresh 去抓 在背后抓 ok 好 抓到了 好 然后再来回来了 回来之后 再丢一个30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ID等于30 然后R的话 是不是等于1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已经有资料了 这个时候R 已经是 就是最后一列是2 2加1就3 所以放在这边 对 ok 往下 flash 抓一下 帮我抓到下面去 往下 往下 ok 那一样 最后抓是最后这一行 refresh ok 抓了 不过 这可能要把这个砍掉 有没有 那所以这一列该怎么砍掉 想想看 不过这个 先可以跑了 之后 如果说呢 所以 变成你要去思索 是不是抓下来之后 他多了一列 这一列 有没有 就这一列 这一列应该砍掉啊 对 那你可以去想说 到底什么时候砍掉 是 全部抓下来再砍掉 还是 一边抓一边砍掉 不过这没关系啦 也可以全部抓下来嘛 然后你再去思索啦 反正你的标题一定是 一定是这个啦 所以呢 如果说你 跟A1一样的列 全部都删掉 那不就简单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好 那往下都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执行 执行 有没有往下 往下 往下 总共会有六次嘛 所以最后全部跑完的话 那就全部的资料 通通下来了 有没有 OK 全部的资料 但是呢 可能还要配合栏宽 那个啊 所以我是刚刚是把那个底下这个 这个把它delete掉 不是delete 我把它注解 注解掉了 所以这个再把它取消 这个是把它 不过这个好像没有 不需要删那个 这个 所以这个不需要 你不要乱删 然后自动调整要不要 要 所以第三要留下来 所以第三应该变成第二了 然后 标题要不要上色 是不是到H1 不过好像也是H1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上色部分也留下来 然后呢 这个也留下来 好 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 我们来再跑一次 最后再跑一次 OK 新增一个 全部跑完了 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最后需要怎么样呢 这个 这一个 这个 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都多的 那以前你可能需要一个慢慢删了 不过 我是建议你们怎么样 一个简单的方法很多 你可以去想很多方法 那我以前有讲过 就是说 如果你要删除列的话 记得倒过来删 什么意思呢 你不要说从上面这边把它删掉 因为你删掉第三列之后 有没有 你的原来下一个开班是本来是在第十列 可是你删掉之后它会变成第九列 那你变成怎么样 你的位置会错乱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倒过来删 那倒过来删的话 前面好像有讲过 其实就再写一个什么 删除那个开班状况的那个部分就完成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呢 先再还给周围 OK 画面先还给周围一下 那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了 就是 不过其实还蛮实用的 那我讲过就是最大的可能会遇到 就是说 如果你要看一下网址 一般如果说它的网址是用get方式 那基本上这一招绝对适用 而且还蛮好用的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当然你可能要想别的方法了 不过 当然如果你用Pulse 可不可以抓得到网页 还是抓得到网页 只是说它如果要动作 像它那个点击的动作 你可能要用IE的那个物件 去模拟才有办法 好 好